大家好! 随着AI工具的日新月异,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,说故事的绘本由你自己来创作? 今天我们以Photoshop做示范,制作一个精彩的故事绘本,话不多说,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神奇创作之旅。 很久以前,海底世界中存在着一个神秘的地方,被称为奇幻海底。 这个地方的传说一直流传在海底居民之间, 而最近,小海客正准备探索这个充满着冒险和惊喜的海底秘境。 小海客是一只年轻的海马,他生活在一座华丽的海底城堡旁边。 这座城堡由五颜六色的珊瑚构成,每一片珊瑚都散发出令人心醉的光芒。 小海客有着明亮的眼睛和满是好奇心的笑容,他经常在城堡周围游荡,寻找着生活中的乐趣。 有一天,小海客偶然间发现了一块巨大的贝壳,贝壳散发出奇幻的光芒。 小海客好奇地站在贝壳上,突然感觉自己轻盈如飞, 他开始在海底飞舞起来,就像是一只自由的鸟儿。 他追逐着色彩缤纷的小鱼,与活泼的海龟比赛游泳,与神秘的海星交流着。 这是他从未有过的奇幻体验,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中。 突然,小海客看到了一个闪耀着光芒的海底石柱。 石柱上刻满了奇怪的图案,他好奇地走了过去。 就在这时,一位名叫琳娜的小精灵出现了,他告诉小海客,这片海底是一个奇幻的梦境,能够让他体验前所未有的冒险和惊喜。 琳娜是这片奇幻海底的祥导,他是一位温暖友善的小精灵,有着闪烁的翅膀和璀璨的眼眸。 他带着小海客穿越了五光石色的海底花园,游过美丽的海底森林,探索了深不可测的海底洞穴。 他们遇见了友善的小鱼,活泼的海龟和神秘的海星,还参加了一场由小动物们举办的盛大舞会。 这片奇幻海底充满了欢乐和惊喜,小海客感到无比兴奋。 在冒险的过程中,小海客和琳娜遇到了一些挑战,但他们总是攜手克服,彼此间的友情也变得更加牢固。 最后,当他们穿越一片绵延的海底草原时,眼前出现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宝藏,堆满了各种宝石、金币和珍珠。 这个宝藏散发出的光芒照亮了整片海底,让小海客感到心惊胆跳。 宝藏的存在让小海客对奇幻海底更加好奇,她开始探索宝藏背后的故事。 琳娜告诉她,这些宝物代表着每一位冒险者的勇气和智慧,是他们在奇幻海底中所获得的珍贵收获。 小海客明白了,真正的宝藏不仅仅是金银财宝,更是他们在冒险中所体验到的成长和友情。 然而,小海客也知道自己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梦幻的世界里。 她告别了琳娜,闭上眼睛,再次感受到温暖的光芒。 当她睁开眼睛时,她已经回到了现实的海底世界,身边是色彩缤纷的珊瑚和友善的海底居民。 小海客感到既开心又感激,她明白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奇幻的海底冒险。 从此以后,每当她回到海底城堡附近,她都会想起那次奇妙的冒险,并且总是怀着感恩的心情,享受着每一个美好的时刻。 她知道,奇幻海底的故事永远都会留在她的心底。 以上是绘本制作的浓缩版,故事内容的章节可以独立创作成一张,整个故事即可制作完整的绘本。 这是使用Photoshop AI最新的功能,希望本站的分享对有兴趣创作的你有所帮助。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我会尽所知回答。 同时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分享。 记得帮本站按个赞、分享、订阅本频道并开启小铃铛,有新的影片分享会自动通知哦。 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分享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